辽培言的英文教室 常见错误篇第21集 我每天都收到几十封的垃圾邮件 如果我们写 I receive dozens of junk mails everyday 这边红色都是错的 那错在哪里呢 Junk mails 垃圾邮件几十封加S 对啊 dozens是一打是dozens 加S就是好几打 就几十个 几十封 没有错 大卫几乎分不清楚 对与错 David can't hardly tell right and round tell right and round 就是分辨是非 tell tell白是说 都是一个成语 tell right and round 就是你说得出对与错吗 can't hardly 几乎不能 哪里错 现在是你还我钱的时机了吧 该还钱了吧 It is high time 这个that可以省略也可以讲都可以 所以夸虎就是可有可无 It is high time you pay my money back 还钱给我 high time就是很高的时间 什么意思高峰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对的时机 这也是成语 就是这是一个对的时机 Your payment money back 你跟我借钱一下该还钱了吧 好像对啊 未开发国家的工资很低 像国家世界上分以开发国家 开发中国家 这个 这个未开发国家 那台湾以前是呢 亚洲四小龙的时候呢 是新兴中国家 就是开发中国家 那现在已经是已开发国家了 那中国大陆还是开发中国家 那非洲有些国家是未开发国家 那欧美国家几乎都是已开发了 所以这个未开发国家 当然不用讲了悲惨 那开发中国家也不好 就是当已开发国家有分啦 高中 高中下 那有的开发国 已开发国家有的很好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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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有的是 马马虎虎 所以不是说 开发国家情况都一样 他就是 GNP GDP 国民所得 国家总生产 他来定 The wages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very cheap wages s 就工资 不同的工资加s which 未开发 under developed 是开发 加ed 就是已开发的 动词当然形容词来用 就尚未开发的 在开发以下的国家呢 他们的工资呢 very cheap 工资很便宜很低 错了 我错了哪里 古代的时候 欧洲商人用亚洲进口金铭的瓷器 因为瓷器是东方发明的 那丝绸也是东方 主要是讲中国 那然后呢 那丝路呢 那东方的好处 中国有好处啊 就是西方的 比如香料 香料一些吃的 还有些手工艺品 等等 那都是 以前主要是用骆驼啦 或者是马 但是骆驼比较好 因为那个沙漠嘛 骆驼比较 他喝水少一点 他有驼风 而且载重骆驼比马达 受死的骆驼比马达 在古代的时候呢 欧洲的商人 Merchants Imported 就是进口 他从呢 亚洲 进口的Delicate Delicate 他可以当那个 一般是讲精美的意思 但是他也可以当易碎 容易碎掉了 所以那个去包裹的时候 老外常常会讲那个 Delicate Goods 易碎品 希望那个搬运工人 这小心一点 那China是 中国呢 可他也是瓷器 这边当瓷器 金美瓷器 主要讲中国 Ancient times Uric Merchants Imported Delicate China Found Asia 诶是不是灭夹一次啊 因为瓷器 金美瓷器 应该很多呢 好 我们再看看 你猜猜看 错误在哪里 看你猜得中几题 那我每天都说 几十封垃圾邮件 我们要讲 I receive dozens of junk mail everyday 诶不对啊 几十封啊 为什么不加S啊 错了吧 搞错了吧 没搞错 因为Mail是叫集合名词 集合名词 集合嘛 它代表一个复数的观念 可是单数的形式 所以你说很多性是没错 照理说是复数 可是呢 因为是碰到集合名词 所以集合名词呢 因为有一些啊 就大概将近一百个 一百个集合名词 都是用单数啊 它是单数的意思 复数的意思 都不管 都是用单数 那你如果说一定要用复数 用letter L E T T E R 那个信件就是科数 它可以加S 那Mail当然也是科数名词 可是它是科数名词中的集合名词 固定 用单数 没有Mail S的形式 像Family Military Machinery 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集合名词 I would say dozens of junk mail every day 所以你去Google一下 你看有没有Mail 它加S 有人加的话 大概也是错 也不见得说 网路上都一定 对 有些人也错 你看就算外国人留言区 我们不是说 那个亚洲 在亚洲的社交平台外国人 我们就说纯外国人的留言区 错误也是一堆啊 因为外国也不一定都是英美嘛 英美这个澳洲 有很多是欧洲人啊 其他人 就算是英国美国 它有很多 小孩子啊 年纪轻啊 或者它程度不好 错误一大堆 所以不是说金毛狮王 它英文就一定好 未必 太多的亚洲人的英文程度 都比 都比欧美人是好 只是 你不知道 或者你觉得不可能 就好像有很多老外啊 他在大陆 在台湾啊 他讲的比 比很多大陆的台湾都好啊 知证腔圆啊 文法啊 习惯 那个语义啊 用知习惯 也都很好啊 那大卫几乎分不出啊 分不清对合错 对合错 Devick can't hardly tell you right from around Kent就是可以 Hardley就几乎不行 所以这个 你不要负负得证 Can't hardly 这样第一个这样写太累了 第二个负负得证 它就分得清楚了 所以 Hardley就几乎不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得 他几乎没办法分清楚 所以Hardley 所以Hard本来是很硬 可在家里外 就不是很硬的 而是几乎不 几乎没有 所以Devick 他可以 但他几乎不 几乎不能 我们讲几乎不能 分别是与非 Devick can hardly tell you right from around 我们不能讲 Can't 那你说Can跟Can的什么 这个音 字是看得懂 这边加nt 缩写 在念的时候 第一个你可以念 第一个很多Can 他念很轻 I can 可是 如果是不能的话 Can't一定重 然后呢 有人念说 I can 但不行的话 I can't I can't 那这样子做一个区分 那或者当你Can的念清楚一点 I can 或者I can't 就很多方法 把它区分一下 那现在是你还我钱的时候 It is high time That you pay my money back 你错了 很多人说错了 你这边搞错了 你怎么又打错字 老是打错字啊 年纪大了 头脑不清楚啊 不要搞 不要搞视频啊 眼睛也看不清楚 老花眼啊 看不清楚 非也非也 这边是对的 那为什么呢 前后动词的时代要一样啊 这边现在是啊 怎么后面变过去是 这是一个特殊用法 所以It is high time 它是一个成语 这是一个对的时机 然后That 这边啊 关系代名词 那关系代名词后面 为什么要用过去是呢 什么意思呢 前面是现在是 后面为什么要变过去是呢 有什么道理呢 有什么玄机呢 这样讲吧 因为有时候用中文不好解释 就是说 现在是 是你还我钱的时机 就是你早该还了 你早就该还了 到现在还没还 还要我提醒你说 现在是时机 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啊 就是说 你早就该还了 我现在叫你还钱 其实你早就该还 你过去就该还了 你 我跟你讲话说 你应该已经还我了 不要我提醒 所以他就变成呢 用过去是 现在这个时机 你应该还我钱 可是你早该还我钱 那中文怎么讲呢 你早该还我钱了吧 那钱赶快还来 早该 早该就过去是 所以他这个意思 我们只能这样解释 It is high time 虽然我现在告诉你 现在是时机 但是 你应该早就还我 这应该已经是过去是了 不要我提醒你 我提醒你就难看了 所以他有这个特殊的用法 所以你乍看之下 It is high time 现在是用 这边过去很奇怪 不是 因为他有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算比较特殊 所以考试的时候 有些不会 你写错了 这个分不就 打屁股 像这种题不会 情有可原 太多人不会了 可是他是这样子用法 那英文程度比较好的 他知道 那很多老外他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就说 英文程度 不一定说你讲的 讲的六啊 讲的快啊 讲的顺啊 他程度 那英文程度 包括方方面面 像这种就是英文程度 当然你说 这种程度我不要 不要也罢 那没关系 那就不要 没关系 所以我们只是说 英文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 有时候很吓人 讲得很快 很多那个酒家女啊 什么什么 机能车实际上 也很吓人 讲得很快 可是他自己就跑来跑去 就那么几个 那有些教授 他的英文功力是深厚 他讲的也慢慢的 讲话有的时候 他讲不是很清楚 看起来不太会讲英文的样子 所以这个意思 那未开发国家的公司很低 The wages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re very low 我们说高与低 是high and low 我们说贵与便宜 我们可以说expensive 贵 cheap 所以呢 你可以说什么东西很贵很便宜 这个衣服 这个汽车你可以说很贵 但是我们用price 价格 或者wages 或者工资 这种东西 它是一个量化东西 我们就用高与低 工资高与低 价钱高与低 但是衣服呢 花瓶啊 水果啊 汽车 贵与便宜 所以这边 wages 也或price 我们用high or low 不用cheap wages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re very low 工资很低的 不是工资很便宜 当然中文来讲 有时用中文一下 中文一下也可以 他说工资很便宜 但是当然有人说 这样也不对啊 你应该说工资很低 所以中文跟英文有时候思考方式不一样 那古代的时候呢 商人呢 欧洲商人从亚洲进口金美磁漆 in ancient times 是不是 加S 对 因为它这个时间 倒不一定是不可数时间 就不同的 年代 我们讲年代 在不同的时空环境年代 那欧洲商人的 加S 没问题 imported 进口 那出口是 export export 进口 出口 delecate 极美的China 分了一些 错了 小写 为什么呢 大写是中国 小写是瓷器 那你说 好 就算小写瓷器了 那里面加S也错了 它又是集合名词 没有S Japan 大写是日本 小写是瓷器 也是一样 集合名词 没有S 没有China 有Americans 但没有China 很习惯 我们用Chinese 因为American 它就是美国的 跟美国的都是American 跟China不一样 中国跟Chinese 那Chinese 它就不再去分单数复数 没有Chinese 那为什么中国的瓷器呢 因为那个 以前的不叫China 当然古代叫中国 叫什么不知道 因为以前很少铜嘛 那后来就发现 奇怪 有些商人从石鹿啊 进口一些白色的瓷器 哦 好精美 欧洲人做不出来 哇好棒 我很喜欢用 然后还说 然后他们取名叫China 瓷器 为什么瓷器叫China 我也搞不懂 但是后来 就慢慢习惯 哦 这China是从哪里来的 从一个 那边 那个 进口的就说 那些商人就说 哦 那边叫China 叫中国 叫中国 外国人 欧洲人也不懂 中国很难听 他反正你说 我们这个瓷器叫China 我们就叫那国家 就叫China 给他专有名字大写 小写就是瓷器 然后现在有七个YouTube频道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我们最后把正确的念一下 我们每天都收到几十分垃圾邮件 I will see dozens of junk mail every day 不要加S 大卫几乎分不清对一处啊 没有室备的观念 Devick and Harley Till right from around 这我们一个否定就可以 不要两个否定 两个否定 两个否定复复得证 就是分得清楚了 现在是你还我钱的时机了吧 的时候了吧 该还钱了吧 It is high time that you pay my money back 你早该还了吗 那早该还 我现在讲话说 你就该还 用过去试 这比较特殊 The wages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should be low 所以我们说价钱 工资是高与低 而不是贵与便宜 In ancient times Your merchants imported Dedicate China Foundation 大写是中国 小写磁器 其和名字不加S 这集讲到这里